科学 如果嫦娥5号获取的样本 与美国不同 是否意味着载人登月造假 1976年8月9日前 苏联的月球探测器月球24号成功发射 这是苏联探月计划中的 第40颗无人月球探测器 同时也是最后一个 执行月球样本采集工作的探测器 那次月球24号从月球危害地区 采集到了170颗月球样本 到今天为止44年过去了 嫦娥5号的发射 再次燃起了月球样本采集的热潮 目前为止全世界只有美国和前苏联 完成了月球样本的采集工作 如果此次嫦娥5号顺利完成样本采集 那么中国就是第三个具备此能力的国家 11月24日4时30分 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长征5号搭载嫦娥5号顺利升空 开启了月球探测的新篇章 当然也是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的最后一步 在月球上采集2公斤的样本返回地球 每一次探月都会有些朋友发出疑问 期望这可以找到美国载人登月造假的证据 但很可惜 每一次探月都是大工程 很少有让探测器着陆到同一个区域的情况 美国曾在1969年至1972年 进行7次载人登月 阿波罗13号失败了 共成功了6次 从阿波罗11号至17号 分别着陆在月球正面的宁静海 风暴阳 弗拉莫罗高地 亚平宁山脉 笛卡尔陨石坑 陶勒斯利特罗山谷着陆 而我国嫦娥5号的预计着陆点是在驴姆克山 位于风暴阳的边缘位置 那里是直径达到70公里的大型火山群 大约有20座月球远古火山分布在那里 是月球上地质构造非常独特的区域 各国科学家都比较感兴趣的位置 因此说嫦娥5号在驴姆克山采集样本 受到很多国家的关注 来自俄罗斯的科学家斯琉塔甚至称 希望可以获得部分中国嫦娥5号 获取的月球样本 而NASA也在推特上称 希望中国分享在嫦娥5号探月的关键信息 美国在6次载人登月的过程中 并没有空手而归 而是总归获取了月球样本 大约381.7公斤 而前苏联三次无人探测器月球获取样本 也得到了330克左右的样本 但是他们对于嫦娥5号 从驴姆克山将要获取的2公斤样本 依然很感兴趣 美国曾经先后给135个国家 赠送过阿波罗在人登月计划中 获取的月球样本 中国曾经得到过一颗 中国月球探测的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 通过0.5克月球样本 发表了14篇研究论文 剩下的0.5克保存了起来 据说我国科学家还判断出 这一颗月球样本来是阿波罗17号任务 期间采集的 这可让美国科学家大吃一惊 月球上不同区域采集的样本成分自然略有差别 但不会像差过大 目前关于美国的在人登月科学家很早以前就已经认可 而6次在人登月也都留下了诸多的痕迹 目前仍可以观察得到 因此说不要再去怀疑在人登月造假了 文科学黑洞播报完毕 谢谢收看